近日,美国海军宣布将为F-A18超级大黄蜂,升级野生性能更好的宝型油箱,升级宝型油箱之后的最大好处,就是可以腾空出F-A18以下两个宝贵的武器挂架, 用余装备标准复用S-M6导弹,它拥有非常强悍的跨地平线攻击能力,而像降低超级大黄蜂外挂油箱的雷达版设面机,这类好处都是次要的了。 军事专家分析,美军之所以要为F-A18配备科称变态的S-M6导弹,就是为了弥补美国海军自从退役所有F-A14熊猫重型战斗机后,所丧失的远程拦截能力,尤其是针对我的轰6K战略轰炸机。 目前F-A18可以装备多种导弹,按照针对目标不同,可以分为对地、对空、对舰还有反雷达。 其中,对地导弹主要有AGM-62、AGM-65、AGM-158等型号,对空导弹主要有AIM-7、AIM-9、AIM-120等型号,对舰导弹主要有AGM-84、AGM-158C等型号。 反雷达导弹主要是AGM-88,所以,目前超级大黄蜂,暂时还不具备直接使用S-M6导弹,这一远程拦截力气的能力。 而F-A18超级大黄蜂,如今装备的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,是AIM-120,但是以F-A18外挂三个外部游箱后的航程,再加上AIM-120D的射程,其最。 对,大拦截半径也不过640公里,比起F-14装备凤凰远程导弹后,所能达到的距离近了许多。 如果F-A18一旦可以装备标准复用S-M6防空导弹的话,那就完全不同了。 这个标准-6S-M6导弹,采用目前AIM-120的导引头,据说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8公里,拦截高度在30公里内的各种飞行器里导弹,堪称打得远,打低圈。 而F-A18在升级改装后,就可以一次挂载4枚S-M6和6枚AIM-120D中成拦截单,再加一个机副油箱,就可以达到800多公里的拦截半径。 这样一来,超级大黄蜂不仅可以在较远距离内,就可以对轰6K造成威胁,还能再为轰6K提供预警的预警机探测距离外就发起进攻,确实是一个远程防空的利器,但是实际能力如何,就不得而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